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解采与政策 我们认为 未来两岸关系的解决 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方式 而且和平的方式只有一种 它必须是民主的 它必须是法律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必须是 台湾人民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 在经济中国跟政治中国的矛盾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文化中国 然后在未来的20年当中 两岸在文化中国中 找到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 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和平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和平红利 这些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两岸资源的整合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于吸引外资的流入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最重要的是 台湾的人民可以在台湾长远地维持安身立命 把台湾当作一个长远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它两岸的愿景就是说 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 两岸能够互相尊重 互相的提息 然后让台湾内部能够非常稳定 发展我们的经济 发展我们的基础建设 然后大陆会充分地给我们各方面的支持 这是我的愿景 我认为未来20年 从现在到2030年 未来20年要为了两岸的和平跟共生互助去努力的话 我们必须要在92公司之外 去发展一个新的common ground 虽然说92公司它已经有很多的贡献 但我刚讲说它是一个变桥 它是一个板桥 那个桥过去了 你在那个之后 你必须要去建立一个更踏实 更扎实的一个基础 那你光靠这个板桥 你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 那所以我认为要建立一个common ground 一个共同的地基 一个共同的基础 那它必须要回归到现实 而且同时要放眼未来 那用这样的东西来取代一个92公司 能不能够在主权的问题当中 大家能够得到某一个共识 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大陆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 当然也许想说可不可能呢 我是觉得两岸跟两岸 就是对岸跟我们之间 是不是可以考虑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是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 承认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一个中华民国政府 这两个完全是对等的 在这样的架构之下 有没有可能想一条路出来 我想这个是对于2030年的一个愿景 看可不可能 那这个当中可能两岸 能不能签订一个和平协议 期待未来20年 我们要慢慢去营造 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天就要这样想 就是说你要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你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好的 未来符合我们的希望的 尊重我们意愿的 这样一个两岸关系 这样一个新的架构 那么你在今天开始 你在未来20年里面 你要怎么样跟中国大陆 所有的各个阶层的精英 去相互之间去理解 去互动 去沟通 这是我们可能去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 必须要很认真思考的一个角度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不是选项 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和平 所以我现在对所有的政治领袖 最大最大最大的渴望 就是要和平 没有比和平更重要 所以我真佩服诺贝尔奖 他有世界的和平奖 没有战胜奖 而且我最高兴看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你们在座年轻朋友 没有一个人可以name 一个二次大战之后 一个世界的英雄 有没有 没有啊 英雄在二次大战之前 埃森豪也好了 麦克阿瑞也好 二次大战之后 没有出现一个英雄 哇 这个世界中间和平 太棒了 有没有 很简单的愿景 就是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然后维持 长久的两岸和平 我想这个应该是 我们大家共有的愿景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台上 两岸组的贵宾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